好了,你现在在听的是《神芒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 帮我们编辑部正向部沙烂器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 也希望大家帮忙把直播节目和志乐分享出去 多谢大家的支持 Karen Chang问了一个问题 香港的暴雨指标可不可以再细分以区域来分? 例如黑语、红语、黄语那些 我认为是没办法再细分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一个定义 以及他们有一个后果 尤其是黑语 黑语有些公共交通工具就会停运的 好了,如果你是把整件事分了区域 我分析一下为什么黑语那些不可以分区域 问题就是公共交通工具大部分都是跨区的 不是区内自己的公共交通工具运转的 其实香港可以说是 绝大部分的公共交通工具都是跨区行驶的 好了 如果你一个区有黑语 另外一个区没有的时候 那你的公共交通是不是立刻停了呢? 有些事情你变得太复杂了 如果你分区做警告讯号 或者譬如黑语程度 譬如像将军港西贡降雨量是去到黑语程度 住这两个区的人质疑也很正常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是黑语的话 你有实质的后果 它不是没有后果的 就是黑语的时候 有些事情会停了 究竟你只是停了西贡 或者是停了所有跟西贡 或者是将军澳有关的公共交通 其实 有很多事情我认为是没得细分的 为什么呢? 其实香港本身已经是很大的 应该这么说 香港本身已经不是很大 我先说清楚一点 刚才我说得不清楚 可以说错了 香港本身也不是很大的 你再细分 其实也是会很烦的 你说黑语那里 它实际 如果你是说 天文台一挂黑语 这一件事 它会怎样? 其实 如果你真的 一报黑语 就是连些人上班也会有影响 你要知道 这一件事 那些人 这次罵得很厉害 这次 有一件事 就是 天文台公布了 之后有可能 就会发黑语 这个警暴 那 有些人当然是因为要上班 所以无所释从 就是挂不挂黑语呢? 那 还有就是 又没有说几点 但是 我说过现实的问题 就是 天文台也没办法预估 它后续的情况 还有 其实很明显 这次是有不同的 降雨量 而且那个暴雨 基本上就是在将军澳 和西贡区 和九龙东 一部分的地方 有些人很不满 就怎么骂呢? 就说 你只是说 会发黑色暴雨 说有机会会发的 那你究竟挂不挂黑语呢? 其实 他们那些人骂的说法 就是要挂就早点挂给人回家 但是问题就是 其他区根本就达不到 黑语的标准 其实香港大部分 香港有18区 大部分的区都达不到 黑语标准 那你没有理由去挂黑语 那个现实是 我也说过现实 那三文治也说过真话 那个雨带会移动的嘛 是不是? 他也可以决定不移动的 那雨带是可以把那些雨 噗噗噗地落在西贡和将军澳 就是昨天发生的事 那个雨带是不移动的 结果那些雨就落在西贡和将军澳 我也说过现实而已 那 何里沃就说 如果分区我住将军澳上班深水埗 那昨天黑语那我回不上班好呢? 就是不回公司会不相信 其实香港本身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嘛 你要把整件事拆细它 譬如之前有议员讲过这个做法的 就是香港要再分四架 分四架就可以在不同地区报黑语 但是问题就是那些人不是在自己住的那一区工作的 很多人也 很多人是要跨区的 因为香港本身 就是跨区上班 跨区读书 这些根本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有些地方 黑语有些地方不黑语 那其实整件事就更加麻烦 其实就是 还有 你发暴雨警告 根本是要看实际情况和天气数据 你挂不挂黑语是要实际数字的 就像刚才Joey Pong香港说的 你都没达标 是不是? 整件事都没达标 有些人骂 有很多人户外工作的嘛 或者可能有机会你叫人准备 如果你在户外工作的话 你一定是看到下雨才下班 是不是? 如果你户外工作的话 你见到下大雨你也下班 对不对? 是不是? 还有 现实就是 在昨天的情况 你在香港的绝大部分地区 你就算是户外工作的话 你也是正常工作的 为什么呢? 全都没有西贡、将军澳这么大雨 也没有九龙东这么大雨 这个问题是很现实的 很多地方根本没雨 甚至是黄大仙 刚才Sandy Wong说的 如果没有记错 他就说 根本昨天都没什么雨 就是了 这些东西 实际上如果你是户外工作 现在有些人在罵 户外工作的那些人怎么办? 户外工作的那些人 他自己会执生的 是不是? 你不是看天气报告做人 你只是看天做人 如果你是户外工作 是不是? 你当然也要看天气报告 不是完全不看 但是是一个参照的作用 如果突然之间 你那里开始闪电 开始行雷 你是不是要继续做? 有很多事情你看到 你开始闪电 你也不做 因为有危险的嘛 有些事情是 对不对? 对不起 我不想这样骂人 不过有些人是很夸张的 现在在骂天文台 我觉得天文台是冤枉的 这次是 查理英说在等待区议员表演 其实上次 9月的时候 黑雨已经有人说了 因为那次黑雨 我也在香港 打风也在香港 黑雨也在香港 那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有些地区根本没什么雨 我那时候住在东涌 根本没什么雨 哈哈哈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 你去到其他地方 我那次在香港很厉害的 因为我约了朋友 在牛池湾吃饭 约了他在牛池湾吃饭 就乘搭车去 我不喜欢搭地铁的 我一定要说 我很少搭地铁的 我通常在香港都是搭巴士的 那搭巴士就看外面 我是不喜欢搭地铁的 可以选择我一定不会搭地铁的 那我就搭巴士 那搭巴士是怎样呢? 就是会看到 天空越来越黑 而且雨势越来越大 其实都已经知道什么事了 打算照样冲进牛池湾那里吧 就是巴士站下车照样冲进去 结果都是坏了 结果手拿着的 就是一个纸袋 装了一些小礼物 手信的那些 是整个纸袋都融掉了 其实有些东西 你要做好准备工作 这些东西是真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河虎就说尖沙咀也不算特别大 天文台的天文台也没什么雨 怎样跟人们说挂黑雨 有些东西是整个香港的 如果那个暴雨是 影响香港广泛的地区 你挂黑雨就没什么争议性的 现在 你当然说不是西贡那些人 西贡将军澳那些人已经质疑了 但是我也说过实情 西贡将军澳很多时候香港 比起其他地方都是大雨的 其实住西贡的人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昨天就特别夸张 这是没办法的 其实他是有警暴的 他不是完全没有警暴 他不是说在西贡和将军澳的雨势会很大 但是他挂不了黑雨 因为黑雨这个标准就是整个香港的 其实就是这样 那... 那... 查理官又继续说超哥 就是这样说 这件事... 我是真的 实事求是 有些事情真的不关超哥的事 就是你下这么大雨 这些不关超哥的事 说真的 天文台是跟数据做事的 那... 怎么可以说是超哥的问题呢? 他真的有问题的那些 我真的会说他是有问题的 那这件事真的不关他事 而且... 不是为了渠务署的开脱 事实上真的是很大雨 其实... 大家看到的 现实就是 那个雨量在将军澳是很夸张的 几个钟下了400毫米 如果没有记错 那这种降雨量 根本上... 肯定会浸浸 你什么渠都会浸 那些渠完全没有垃圾都会浸 所以不要跟我说是什么清洁工 塞了下去 弄到渠塞了 不是这样的 我认为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做的 你不可以屈下去那些... 就是最基层的人那里 你把现在的问题 屈下去最基层的人那里 是不公道的 我的看法就是 Ritter Hall就说 我这里阳光普照 那现在... 今天就应该没这么大雨 其实就是 Ritter Hall就说 今天应该好天 那河虎就说 局部大雨 其实... 这个就是... 那个极端气候的问题 局部地区性 可以有暴雨 那你有些区的渠务措施 是不是要做好些 我认为这个是要审视的 还有就是一些停车场 那些是私人地方 那究竟你自己的业主 要不要装一些水泵 那些东西 那些水泵到哪里 要泵远一点 一定要跟政府那些人商讨 就是你在车场那里泵水走 那些水要放到哪里 这些是要... 政府也要帮忙做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 那些水是一定去低的地方 你有两个方法 要是填高那个停车场 买些沙石去填高那个停车场 你填高了那个停车场 那些水就不会浸去停车场那里 那这些都是政府批的 其实就是... 那DOSA就说 屈落管理层管理不是 这件事跟管理没什么关系的 真的... 我到现在都认为没什么关系 那KFC2.0就说 如果跟那些人标掌 那8、9、10号封闲 不是都要分区吧 其实之前就是有人提出这件事情 但是实际上你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一定是做不到的 因为香港大部分人是跨区上学 跨区上班 跨区上班 跨区做很多东西 买东西都是跨区的 哈哈哈 好了 那算了 你现在说分区的人 要多一次 其实之前在节目上已经说过一次 根本没可能做得到的事情 他们又提出这些事情 哈哈哈哈 那 崔藤京一就说 天气有关特首事 这些人是没得咬他了 说实际上应该咬的我们会咬的 不应该咬我们就不咬 对不对 那Mis Lee就说 那些人什么都吵 什么叫做广泛地区 什么叫局部地区 天文台预报是有讲的 那当然有讲了 那当然有讲这些事情 所以那些人是乱闹的 我认为是乱闹的 那香港艺民就说 超哥说别人不濕 你淋濕了就检查一下自己 自己检查一下自己 他的语录是很有用的 就是超哥的语录 但是呢 在这些天灾下 应不应该用超哥的语录呢 我就认为算了 不要咬他了 他有其他事情真的有问题 你当然是希望他处理了有问题的事情 他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 就不能咬他了 或者他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 就不要咬他了 他就说 除了林素卫 没有人出来打卡 林素卫还接受了 香港第一大部的访问 虽然他是乱说的 这个阿姐真是好事 我真的服了他 好了算了 休息一会 回来说完主题 今天的节目就完了 休息一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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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